大家好,我们继续分享圣经马可福音十四章第六节 耶稣帝他们说,你们都要跌倒了,因为经上记者说,我要击打牧人,羊就分散了,但我父母又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 彼得说,众人虽然跌倒,我总不能,耶稣帝他说,我实在告诉你,就在今天夜里,鸡叫两遍已先,你要三次不认我 彼得还极力的说,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,也总不能不认你众门徒,都是这样说 耶稣啊,跟大家吃完了最后的晚餐,实际上还做了一件事情,在这没有交代,在约翰福音里头 大家交代,我们在那里跟大家分享,那么完了以后呢,就唱了诗,我们说我们就是增强信心啊,祖宗留下来的鞭子顺口溜啊 亚运啊,听起来,文字啊,呃,呃,强调都比较这个优美 那么,其实呢,就是,嗯,把祖宗对于宇宙人生真理真相,特别是做人的一些道理编在其中 警示后人让大家都落落实实的,好好的做一个人,啊,就叫做,这是最早的事情 用语言描述出来的,符合天道合的,真理真相也就是天国的福音,啊,完了以后,他们就往橄榄上去 那么,这个时候,耶稣就对他的这些追随者,追从者说呢,你们都要跌倒了 就像,不是因为啊,而是就像经上所说的,哎,我要击打牧人,羊就分散了 因为,嗯,牧人啊,是看管羊群的嘛,牧人被打倒,打倒了 那羊呢,纯龙无数啊,那就会分散,那么在这里暗指,就是说啊,你们,嗯,也要像,啊,我们祖宗所描述的那样,牧人被打倒,羊就四死,四处逃算 用中国的话说是,数导不分散,哎,当然是,我们说这是一个贬义词,啊,实际上是一样的,哎,大根接倒了,大根倒了 那,大家都是,所谓的,还有什么将军不像吗?各自奔虔诚啊,各自,因为什么信心不足嘛,啊 要信心足的话,就真的像,啊,他的门徒和皮特说的,就是同死也不会,啊,不认你,哎,那么耶稣呢,就用这个打了一个比方,你们也会,因为我会,啊,被别人抓起来嘛,啊,最后就是处死嘛,你们因为害怕,小心,不足,啊,就会跌倒,跌倒是什么?就是恐惧,啊,站不稳,也就是说因为恐惧而犯错误,那么也叫跌倒,这跌倒呢,实际上就是,嗯, 嗯,因为恐惧,啊,不能立住,因为你没有恐惧才能站住嘛,嗯,在这里都就是说要犯错误啊,不能坚持这里,小心,说白了就是,那么就像祖宗啊,在经上所说的,因为墓人被打倒了,啊,这个,然后就都散了,那么,但是呢,啊, 我复活以后,就是我被处死,啊,有个复兴复活嘛,回忆又复兴是什么?就是要,啊,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平派,该打多少分,合不合格,不管是,你就是到家仓也好,还是,嗯,基督圣人啊,明心见性也好,回去也有这么一个过程,你到神世间走一圈,也要进行,啊,啊,这个,这个最后的所谓审判嘛,啊,其实就是自己对自己的一个平派, 那个什么啊,就是自己的天赋,那拿着那个把握着真理呢,嗯,一切都是自己去处理,自己给自己下一个结论,所以在那个时候人,你再怎么着只能自己怪自己,怪不得别人,怪不得别人天道法则,嗯,那个是很难受的,很尴尬的,所以呢,还有一个人生的时候,真的要珍惜,啊,嗯,为了是自己赤老老的将来站在自己的面前, 不尴尬,还是要老老实实,好好地做人,啊,按照天道法则去做出来,那么怎么做呢,耶稣在这都给大家讲了,祖宗也都说了,所谓的实践即见,我们怎么做人,实际上我们心里都有感称,自己跟自己耐心虚心的去请教,都知道,嗯,那么在复活以后,那么肯定是复活嘛,就是得自由嘛,复活标准啊,复活,复活得自由的, 这个条件嘛,那么要在你们以前往加利利去,我们说过嘛,加利利是物产丰富,很富饶的一个地方,往往呢,嗯,就,大多数人,啊,用来比喻将来的灰素,啊,那那物产丰富,啊,美丽富饶,啊,那个,就像是世外桃源,说白了,就是我们比你们,啊,先往那个,天国,啊,净土,啊,神,就是那个,还, 很自由的地方去,啊,就,加利利是这么一个象征,那么,彼得听说了以后,说,众人虽然跌倒,我总不能,啊,别人可能信心不足,我不会,实际上呢,彼得,在耶稣的十二个门徒当中呢,就是,信心还算是比较足的,啊, 那么,其实呢,嗯,耶稣就对他说,我实在告诉你,就在今天夜里,就要两遍,你先,你要三次不认我,那么这三次,和中国人一样,就是,啊,多次,哎,否认,实际上这种场景呢,很熟悉,大家都一回想回想也是,嗯,自己也有这样的经历,王某呢,实际上自己认那个东西,但是一到身临其境的时候,又有恐惧,哎,就觉得,啊, 画到了嘴边,完了,就有变了,这就是信心不足嘛,而没有一个坚定认真的心,所以呢,这种境况,大家都有,那么实际上耶稣也有,他过往的经历也有,所以就遇见了这样的事情,其实这些信息都很容易的去,摄取到,啊,搞到,那么,嗯,说,比如说,你就是,今天晚上你就要,那个什么,多次,啊,不承认, 我们是一伙子不承认,啊,嗯,你是我的学生,啊,这个当然了,以作为耶稣来讲,对自己的这些文徒,自己的学生,嗯,呵呵,嗯,是很清楚,很了解的,这个本业无可厚非,那么,坚定信心,啊,不是那么,啊,说一句话,一天两天的事,那么,需要,就像我们形成一个习惯一样,经过长久的磨练,和自己的进取, 才能坚定,才能增强信心,那么,这需要一个过程,那么,在这个过程当中,难免发生这样的事情,也倒不是说什么,要去谴责的,二是说呢,这种事情呢,嗯,要,肯定会发生,发生呢,将来呢,嗯,要自己注意了,啊,那么,要知道自己的软绕, 而要,老老实实的,按照自己的良心,良知,真心,本性,去做事,按照,耶稣给大家传的道,跟大家讲的福音,啊,去做,那么,你就信心会足,就会内无恐惧,那你就有什么怕的,真正看看生死了,和耶稣一样,就会不会害怕了,就不会跌倒了,那么,跌倒,这是在 不跌倒的路上,啊,毕竟的一个过程,啊,那么,跌倒,不可怕,可怕的是,跌倒了以后,还不思,进取,不增强信心,不按照良心,良知不甘,按照天道法则,不按照天国的福音的要求去做,哎,那才是,可怕的,啊,那么, 毕竟呢,却接力,在这种情况下,啊,嗯,就,激励的说,我必须,就是,可你去一起死,我也不可能不认你,哎,怎么可能呢,其他的人也都这么说,哎,实际上这点话都是,大家如果,哎,应该有这样的经历吧,有这样的,这个,长领的回忆,记忆,啊,这些东西都是,其实人的,在脑海当中,应该都有这些记忆,其实我们也是,就是,怎么说呢, 嗯,还在我们那个家的时候,是物质红尘,哎,能把我给训远了,能把我给遮开了,能把我弄糊涂了,我会被红,滚滚红尘滚的,呃,不知道,究竟怎么回事了,不知道,这个真理是怎么回事了,我这是,可是度了自己,明心,明心啊,就是,明在心里头,就是,印在,刻在心里头的东西,我会,不明白,那都一样嘛,说,就是, 怎么说呢,再怎么着,我也不可能,实际上呢,嗯,这真的,就是一个场景,就是,我们所有的这些神,这些人,啊,投胎到,呵呵,物质,世界里头,做细菌,做病毒,做植物,做动物,做人,啊,一步一步爬上来,啊,认为自己, 也,绝对,都是这样的事,啊,我怎么可能呢,怎么可能,这样简单呢,你走一圈就是了,所以呢,无尽的,无量的,呃,所谓的这,有血气的,前伏后继,呃,出现在,呃,物质世界当中,啊,经历,物质的滚滚洗礼, 那么,在地球上,我们都数不清,啊,那么,我们所能观察到的,当然,宇宙比我们所观察到的,宇宙要大得多, 这么大的宇宙当中,有多无量的地球,啊,那,有更多更多的,哎,都是这样的,就是这种心态,哎,实际上呢,哎,哎,说这个规则也好,什么也好,啊,好像是挺严格,实际上没什么严格,只要你,哎,跟自己的天赋,谦卑的去请教,啊,认认真真,反思悔改, 嗯,那,不难多多,但是呢,让我们摆脱物质的诱惑,摆脱对物质的追求,又很难,也确确实实如此,这个呢,就需要我们有信心,这就,怎么说呢,反正,规则就是这个样,慢慢来,嗯,嗯, 能有回想到,我们曾经有这样,啊,哪怕就是,嗯,再怎么着怎么着,我肯定也会那个,这种话我们都说过,我,跟一些朋友也分享过,就相当于吹牛嘛,曾经的我们,都觉得,这些木质红尘算什么东西, 我们才是这个三界里头,不能说,这主宰吧,也是啊,都明明白白的,嗯,多么的圣洁啊,多么的伟大,我们能力有多大,怎么可能呢,被这小小的物质,所困扰呢,哎,都是这个样子,但是实际上呢,哎,就像彼得眼是来的,实际上,冥冥之中, 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周围的一切,啊,所造之物里面,都有着我们原来天国里头的道理,叫我们去,印证,去品味,去感觉,那么,这一节呢,就跟大家分享到这,谢谢大家。